我非常擔心立法院未来可能会拒绝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其实早在4月份的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就有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公开宣称 如果大法官的判决跟他想要的不一样 他会拒绝配合修法 各位我们的国会议员公然宣称 他会拒绝接受大法官判决的效力 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在未来的不远处 可能会出现的宪政危机 我们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要表达 我们希望大法官知道 台湾人会愿意做大法官的后盾 对不对 台湾的民意 我们已经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下的公民了 我们愿意支持这个 由大法官来讲最后一句话的游戏规则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各位亲爱的国家的主人 大法官虽然有权利对于法律 是否违宪说最后一句话 但是大法官所能做的 也只不过是说出那一句话 大法官所说的有没有用 还要看这个国家里面其他的宪政机关 愿不愿意听大法官的话 我们如果要谈宪法 谈宪法本文写的好不好 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写的不错 可是大家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也只是写的不错而已 因为习近平根本不要听他们的宪法 写的什么 共产党根本没兴趣看他们的宪法 写的什么 而中共的法院 根本没有兴趣实现他们宪法上 所写的东西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之所以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宪法 更因为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立法院 我们的司法院 我们的行政院 考试院监察院 愿意遵守宪政的规范 更因为我们全国各级机关 包括法院 愿意接受大法官解释 以及宪法法庭判决的拘束 这才让我们的宪政秩序 它是一个活的宪政秩序 它是一个有力量的宪政秩序 但是现在在这里 我非常担心一件事情 我非常担心 立法院未来可能会拒绝 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违言耸听 其实早在四月份的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 就有中国国民党的立委 公开宣称 如果大法官的判决 跟他想要的不一样 他会拒绝配合修法 各位 我们的国会议员 公然宣称 他会拒绝接受大法官判决的效力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潜藏 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在未来的不远处 可能会出现的宪政危机 所以今天在这里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我要表达 我们希望大法官知道 台湾人会愿意做大法官的后盾 对不对 对 台湾的民意 我们已经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下的公民了 我们愿意支持这个 由大法官来讲最后一句话的游戏规则 对不对 我们绝对反对立法院里面 中国共产党的立委翻桌 对不对 好这是 台湾一行 第二行 第二行是什么事情 各位 在这一次 立法院国会改革法案的审议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最粗暴的改革倒退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国会的多数党利用程序委员会党案子 破坏了过去八年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程序委员会不党案子的改革 国民党的改革还在打假球的同时 以前的改革已经被他们破坏了 我们看到4月15号下午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本来应该要发生的逐条辩论 被国民党的吴忠倩配合民众党的黄国昌 逐条没收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逐条没收的影片啊 我们直播上都有放给大家看了 国民党的赵伟是不是问说 这条有没有意见 然后少数党的立委举手说有意见 他就说保留下一条 对不对 大家都有看到对不对 大家认为这是我们觉得良善的好的讨论过程吗 对 接下来更离谱的是什么呢 更离谱的是5月17号 愿会要进行二三读的程序 结果5月17号当天早上 当天早上傅坤其黄国昌 才拿出他们在5月16号 晚上才定稿的最高机密 一口气把前面28个提案全部都覆盖掉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法治史上 极为少见 全数保留条文送出委员会之后 竟然全部都被恶毒当天早上7点 才出现的一个最高机密的条文覆盖掉 大家觉得这是令人满意的审议过程吗 是 他们说前面都有讨论 可是前面讨论的都不是他最后那个版本 对不对 好问题来了 请问这样的手法 他们是不是想要复制到其他法案上 这个手法他们是不是想要复制到 傅坤其的交通工程法案上 我跟大家报告他们已经复制了 因为傅坤其的三项前科法案 在委员会只讨论了11分钟 现在送出委员会之后 只要韩国瑜愿意 随时可以排入二度 已经复制了 各位 刚才前面许伟群教授 以及金明连的伙伴都为我们盘点了国民党未来 还有七大离谱法案 对不对 国民党未来的七大法案要掏空台湾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接受他复制 这一次国会黑箱的手法 我们不接受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让立法院里面 多数党看到人民的意志 今天立法院里面 少数党已经完全无法制衡多数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人民站出来 监督国会的多数党 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让这些多数党的委员知道 他们的权利来自于人民 人民也可以收回这个权利 对不对 对 我在台下看到有人举罢免的牌子 大罢免时代基隆第一将 我在台上看到这个 青色的背心上面写罢免 问他 问他 在民主的国家 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没错嘛 你看我们都没套招嘛 大家都知道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第二个理由 我们要警告立法院的多数党 请他们不要复制这个国会烂权的法案的过程 请他们未来恢复常态 恢复常规 用委员会中心主义来好好审查 每一个有争议的法案 第三件事情 我今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我想跟大家说 我的眼睛所看到的 台湾一个令人忧心的未来 在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令人忧心的未来是 我们本来权力分立监督制衡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有可能变成立法极权 什么叫做立法极权 各位 照最经典的民主理论 一个国家要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前大法官汤德忠 他曾经用个比喻 我们人民是主人 在家里养了三条狗 这三只狗 八大 一样大的狗 互相牵制 互相监督 一起帮主人看家 不能其中有哪一只狗特别大 如果其中有一只狗最大 其他的狗都怕他 没听到 这只狗会教主人 对吗 所以为了要防止这种状况 三权分立 就是国家的主人养了三条狗 这三条狗一样大 大家彼此牵制制衡 好好为主人做事 在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的宪法 是一个五权宪法 不是五权宪法 是五权宪法 三条狗变成五条狗 五院一样大 再加一个总统的时候 互相牵制 权力分立与制衡 这样子我们主人才是安全的 因为有人帮我们看家 狗也不会来咬主人 可是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危机 就是立法院已经开始不断的要把他们自己变大 这个国会烂权 国会极权法案只是第一步 各位你知道 在这个法案里面立法院做了什么事吗 在这个法案里面 立法院把自己变成监察院 立法院把自己变成法院 各位知道 我们宪法有规定 行政官员不能当立委 立委不能兼任行政官员 对不对 因为我们希望角色不要混淆 可是在这次通过三读的法条里面 我们看到了立法委员享有的调查权啊 比监察委员还要大 我叫你来 如果你不来的时候 对不起 我可以处罚你罚金 立法委员的调查权甚至比法院还要大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犯罪 你或者是你被法院传官去作证 你可以拒绝作证的理由 都还比拒绝立法院问你的理由还要多啊 各位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甚至民事诉讼法的条文翻出来 跟这一次立院职权行司法条文一比对 各位你会发现立法委员问话的权力 已经比法官还要大了 各位立委需不需要国家考试啊 立委需不需要受训啊 对不对 连试用期三个月都不用嘛 对不对 公文不会写可以当立委嘛 对不对 立委有没有前科啊 有人先有哦 对不对 有假离婚对不对 有炒股票对不对 贪腐对不对 对 现在甚至里面啊 有一个涉入搜狗案 关说判有罪的还在当立委啊 各位 像这样子的素质的立法院 你说他要来做兼任的监察委员 你说要让立委握有跟法官一样的权利 让立委跟检察官跟法官一样要来查弊案 你放心吗 我放心 我们国家经过国家考试受训的法官和检察官哦 我们都还要有好多法律规定避免法官的检察官烂权 避免驱打成招 避免罗资入罪 结果立委素质比法官检察官差的 他们却给他们自己比法官和检察官更大的权力 这就是立院集权的第一步 他把司法院跟监察院的权力往立法院手上拿 我再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赖清德总统已经提名新任的考试委员吗 赖清德总统新提名的考试委员 大家知道立法院怎么处理吗 我跟各位报告没有处理 放着不审 放着不审会怎样 旧的考试委员任期到了卸任之后 没有新的考试委员 考试院自然被掏空啊 各位5月28号国会集权法案通过的那一天 黄国昌立委跟傅坤其立委马上宣布 他们的下一步是要废除监察院 结果媒体跟人民问他们说是不是要修宪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说 在不修宪的前提之下 冻结废除监察院 看是要让监察院没有监委 还是要冻结监察院的预算 各位立法院好大 他只要故意把人事案放着不审 他只要故意冻结预算 他可以让考试院被废掉 他可以让监察院被废掉 他未来有没有可能把司法院大法官也废掉 今年十月有七个大法官任期届满哦 赖清德州同国提名亲的人选 要让立法院来审哦 如果立法院各自不审 放在那边自知不领 宪法法庭就只剩八个大法官哦 接下来行政院 行政院 行政院手中会有预算权 可是现在你看附坤齐那三项前坑法案 是不是要来侵害行政院的预算权 是不是要把行政院的预算权拉到立法院来 你看考试院 监察院 行政院 司法院 都被立法院凌驾了 剩下一个叫总统 立法院怎么凌驾总统 很简单 规定总统每一年按时间到立法院报告 还要接受个别立委一对一的质询 如果总统反质询 把你罚六十万 这就是这一次通过的法条里面 可以做到的不是吗 所以各位 这个路径图已经很明确 现在的国会 现在立法院的多数党 就是要意图 透过不凶献的方式 变更我们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把五权分立 变成国会集权 我们同意吗 我们会接受吗 他会问你说 你不接受你能怎样对不对 我听到有人说要拔了 各位 其实这些一切的一切 在两千年到零八年都演过一次 两千年到零八年 变成总统这件事 国会好像是嘲笑也大 也是蓝营过半数 在当时蓝营就故意不省监察院的人事 后来司法院大法官就做出 解释说这样不行 因为在修宪之前 你不能透过这种旁门左道 废除监察院 在朝小野大的那段时间 2005年国会搞出了319征调会的条例 也是一样啊 国会调查权好大啊 然后呢司法院大法官做出四字五八五号解释说你这样不行 因为你这样的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 各位 现在中国国民党好像得了失忆症 过去他们在宪政史上挖的坑 现在每一个他们都要重新再挖一次 所以我说啊 今年考上法律系的待遇学生很幸福啦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老师都讲旧的案例啦 现在啊 老师天天有新的案例可以讲啦 因为国民党就是要带领我们国家重复走一次错误的路 各位 我们能够接受吗 不接受要怎样 各位 各位 你们口中所喊的罢免其实就是人民的力量 就是人民的愤怒 就是人民路见不平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爱的台湾被伤害的产生出来 最素朴最直朴最率真的愤怒对不对 我们要让这些国会里面吃香喝辣不学无数的立法委员 感受到人民的愤怒对不对 各位 我们要有信心 现在 我们正在守护台湾的半路上 十年前太阳花我也在这里 那时候一开始国民党也是笑说人好少 后来人变多了 国民党就说啊是民进党骗来的 结果 三月三十号当天 人多大把整个的凯道 划出银石字了 国民党还是嘴硬说他们才是对的 但是历史这十年来证明了 当初三一八太阳花的诉求才是历史正确的一方对不对 所以这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他都只是一时的 总同今天下午下大雨 现在雨过天晴 各位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 要对我们自己的主张有信心 今天我们很感谢傅崩奇立法委员 号召的蓝鸟来到了这个立法院的周围 让大家看到什么样叫做真正正党动员的活动 我们今天一整天在这里台上都是学者教授 在跟大家讲解非常重要的议题 但是呢蓝鸟不到中午收拾去吃饭 然后下午呢去词湖游历看讲工 傅崩奇五月份才指控这场青鸟运动是政党动员 可是今天傅崩奇自己让这个谣言不公自破 还我们一个公道对不对 傅崩奇发动的动员证明了青鸟运动不是政党活动对不对 各位你们今天在这边的坚持 证明了我们是自主来到这里的公民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过去十年前那些抹黑的手法 那些试图把公民矮化成为政党动员的手法 到如今一模一样完全没进步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我相信历史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评价 这个时间可能不会太慢 根据四四五八五号的经验 当时申请试线之后 三个月大法官就做成四四五八五号解释了 现在快要六月底 假设七月初申请宪法法院为违宪的判决 七月初申请试线的话 可能最快十月份啊 可以看到大法官的说法 那如果到时候大法官的说法 重视了这次国会通过的条文 有违宪 请问这些立委要不要付出代价 请问这些盲目护航一边打瞌睡一边举手 根本不知道条文写什么就在那边通过的立委 要不要付出代价 各位要有信心 因为我们今天大家看看四周 这些人都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这样出来聚集在几人路上 我们全部的人都从家里 从公司 从学校 从各地来 我们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益 不是为了要拿任何个人的好处 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心爱的台湾 对不对 爱就是最强的力量 我们不操弄任何的仇恨 我们也绝对不会 岗委任何政党的附水组织 我们是基于台湾 对台湾的爱我们站在这里 这一个对台湾的爱 会让我们的力量 不断的凝聚 不断的扩大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今天最后一件事情 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朋友 线上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 你要记得 你要跟你的朋友说 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心这件事好不好 好 今天已经跟大家报告三个理由了 如果你还有新的理由 你持续加上去 因为 关心国家前途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对不对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论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毕业证书 不需要任何的证照 不需要考上任何的工时 或是不需要当选任何的职位 每一个人都有资格监独立法院 对不对 对 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对不对 对 各位朋友 今天只是半路上 未来第三回合司法院大法官 接下来第四回合第五回合 只要国会的多数党继续乱搞 人民就会持续监督 对不对 对 千万不要散哦 千万不要放弃哦 十年前的太阳花 我们一定有走过来 十年了 台湾前进三步 现在有人叫我们退两步 我们会不会退 对 民主要继续前进对不对 对 自由民主现在秩序要继续维持 对 对 人民的力量就是台湾最好的防火 感谢各位国家的主人 我们继续打拼 继续表格小雄正给她谢谢